一起形成了一个半圆形 像个半圆形的拱门 水面上有个半圆形导引 注意看到水面的导引非常漂亮 把你的手机相机对准的出口 看到上面的半圆形的一个形态 也看到水面的导引 然后别忘了手机有个功能 手机面板上点一下 镜头会拉近放大 或是拨一下 把它拉近放大 拍出来隧道就很美的 好 现在停在这边 让你们好好的拍照 感谢哟 你们刚刚等那么久是值得的 你们拍到第一番最美的画面了 这个第二番之后就没这个东西了 来 赶快先往前